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又做了一集 黑咱的视频 所有伪类全上了 是吧 战友们很激动 我们要反击 我们要什么 兄弟姐妹们 如果你连半岛电视台对我们的攻击 你都在乎的话 你也太小看齐格 太小看爆料盒 半岛电视台 它是整个世界上都要被消灭的电视台之一 是共产党控制的半岛电视台 它不去攻击咱 说明咱一点都对共产党没造成伤害 就像那HBO 还有Isabella Young 还有PG的单位健 这帮孙子不出现攻击咱 说明七个爆料革命 和咱们的整个行政国联邦就不值一提 就像刚刚今天早上还有头两天 美国几个大佬说 Miles 我无法相信中国共产党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 竟然把盘古龙头变成了龟头 这很多挑战者 这些王八蛋 欺民贼 你问他一句话 郭文贵包着革命狗屁的不是 共产党为啥把盘古龙头变成龟头啊 只要他爹不是猪 他不弥灭良心 他就知道我们对共产党的伤害有多大 你在乎他的言论说明你太不自信了 半岛电视台出来你就炸糊啥 哎呦我的妈 他给他做多大广告 你知道 当天我们盖特尔 你看看增加了多少关注量 共产党从2017年到现在 实际上是2015年啊 你们看到 我没爆料之前 每三个月一定有七个一个爆料出来 而且是所谓的主流严肃媒体 也就是国家控制的媒体 每到三个月一定找个有影响力的人出来 什么第一次采访我的明镜啊 杂窝啊 奔着吴啊 杨岚啊 是吧 你去看看 每一段你还记得吗 每三月 俩月一定会有个所谓你认识的人物出来杂窝 翻爆料革命 每到俩三月一定会有咱爆料革命的老战友 被人家给团结掉 然后翻过来杂窝 这叫什么吗 2017年七个月就说过 杂窝是生意 杂窝是买卖 共产党的内部情报系统 所谓的国安 还有大外宣 他得骗共产党的钱呐 人家是个买卖 过去是拿法轮功说事 就最近党内体制说 七哥 自从你出来以后 法轮功最大受益 我们过去国安委的人 还有这个安全部12局 政法委 整个公安部一局二局 天天就是想办法得找法轮功的事 骗预算 这是不可审计的预算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预算没法核实 这是多大的维稳费用啊 一年这价几千亿啊 都想的骗 过去都是一法轮功骗 现在爆料革命最大的 就是把法轮功保护起来了 什么事都是爆料革命 所以知道半岛电视台这个节目 听说就这一样就拿了五千万美元 由北京市安全局协调执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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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